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要挑戰的是數字油畫 那我今天選的是森林花路 這一個路看起來很漂亮 所以我就決定要挑戰它了 那這個盒子的後面有簡單的 兩個步驟的說明 那有文字跟圖片 可以做參考 這一個很好玩的數字油畫 是台灣製造的喔 那盒子的後面還有小小的視窗 可以看到裡面的材料 跟我們的數字油畫 這個適合的年齡 3到99歲都可以耶 感覺很厲害 那我們現在就把它打開來吧 數字油畫 就是畫布跟 顏料上面都有標 相對應的數字 我們只要照著上面的數字 一個一個塗上去就可以囉 這樣感覺是不是很簡單呢 但是 我發現它的數字 真的好小一格喔 我有點嚇到了 不知道會不會畫很久 好我們現在把它打開來吧 裡面有附三隻不一樣大小的筆 可以畫圖喔 那還有好多顏料喔 看一下 我把它拿出來一下喔 好 這張紙是數字油畫 保固服務卡 再來我們繼續把它拆開來吧 它的顏料好多喔 好 這張紙我一開始不知道 它是要做什麼用的 我畫到最後的時候才發現 這張紙可以當 小小提示 因為我們後來把顏料塗上去之後 就沒有辦法看到數字了 那想要再補一點顏料的話 不知道那是什麼編號 所以我們這一張紙 就可以當作小小的提示喔 森林花露這一款 它的顏料有17種顏色喔 那我們今天要挑戰的就是它了 我們開始吧 首先我要在眾多的格子跟數字裡面 先找出1 好我們要先塗1號的顏色 那喔 我先拿了一支筆出來 把顏料擠在瓶蓋上面沾著畫 這樣子還蠻方便的 當我沾好顏料 要再找1的時候 眼睛真的花掉了 又不知道剛剛找的1到底在哪裡了 要重新再找一下 好 那我們要開始專心了 開始一個一個塗顏色吧 我預計這一幅畫 希望可以兩三個小時以內把它完成 那因為這幅畫比較大幅 所以我把它放在地上 坐著畫 跪著畫 拉近姿勢的畫 趴著畫 哇 真的是 用盡了各種所有的姿勢 實在是坐不住 覺得脖子好痠 腰又好痠喔 手也很痠 當我塗完1號顏料的時候 已經花了一個多小時了吧 所以當我塗到了3號顏料的時候 已經花了兩個小時了 已經超出我的預期 我們有17種顏料要塗 可見我已經沒有辦法在兩個小時以內完成這一幅畫了 不知道這一幅畫到底會畫了多久 今天是冷冷的天 我在地上趴了3個小時之後 覺得 手已經在抖 膝蓋已經在抖 脖子又好痠喔 所以後來我就決定 這時候花了3個小時已經花到了傍晚 所以決定吃完飯之後 我要很舒服的坐在沙發上畫 我們繼續努力的完成這一幅 看今天晚上可不可以完成它 因為天氣實在是太冷了 我趴在冷冰冰的地上已經3小時了 所以我決定 要把我的棉被也搬出來 溫暖我 我們繼續努力的完成 但是我晚上花了4個小時 還是沒有把這一幅畫給完成 所以我已經全身痠痛了 決定 今晚就這樣子吧 我們就這樣 明天繼續努力 我後來決定 我一定要墊個小小的桌子 至少要蹲在旁邊畫 絕對再不要趴在地上了 實在是太冷了 而且真的姿勢太難 太難畫了 好險第二天在畫的時候 氣溫有比較回溫一點點 所以不用再抖抖抖抖的畫 畫了這幅畫 後來我墊了這張小小的桌子 蹲在旁邊畫 我覺得蹲著也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因為蹲久了 腳還是會麻掉 所以 所以我們還是能找個正常的桌子 就找個正常的桌子來做吧 我無時無刻的都在想 我為何要這樣折磨自己呢 但是因為實在是當初看到森林花路 這一個圖案的時候 就真的非常非常的喜歡 希望我可以透過簡單的數字油畫 也可以畫出一幅很漂亮的畫來 那今天這次的挑戰 雖然非常的辛苦 用盡各種的知識 所以我的心得是 我一定要去找一張桌子 以後就在那張桌子上面做開箱吧 不要再用奇怪的知識來做開箱了 會很累 而且 這一幅森林花路 前前後後 所加起來的時間 大概有將近快20個小時 才能完成這一幅 跟我預期的兩小時完成 根本就是差很遠啊 不過我最後還是很努力的把它完成了 現在這個畫面就是我腳麻的時候啊 就是蹲到腳麻的時候就開始側坐 然後甩甩腳 可是手還是不能挺 因為我知道我快畫不完它了 只能承過 这一幅森林花路最后完成了 那虽然过程中我用尽了所有的姿势导致全身痠痛 但是在玩这一幅的过程是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趣哦 我希望我下次还有机会可以挑战其他的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咯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也可以订阅我哦 我们下次见 拜拜